还因为1989年这件事情 有一个社会学科叫社会动员学 他们就在这个社会学院和志全 都有这个专门的研究 89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关于这个 谁要播这事上次文化里干什么 我们本来是声援他 结果我还会是红衣服 结果变成那个 之后还下了雨那天 是吧 当时我觉得我认识玛丽很久 她从来没有那么悲伤过 极其悲伤 这个就是说这个感觉 我进她演讲 她说我失败 那么多年我们努力 我们这个像廖博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而且她不是我们老婆和平理性非暴力 我们在德国开会 我跟老外就说 你外边有一个词 就是不合作 这些人他非暴力什么 还不合作 不和专制政权妥协 在专制独裁国家 如果你作为一个议者 你要不合作 你也面临着什么 进监狱啊 我们都维权律师 我们法国的外交部 要求很多的人 一群律师到这边来参观 包括余杰黄一 他们只能偷偷偷私下见见我呀 我们这些国内的朋友还勇敢地站出来 在这儿来见我 他们是私下里见见我 顺话里 战场我们这海外地点势力呢 结果现在什么结果呢 我们就请问李和平啊 那一群全部不是被抓了吗 就唯一一个六四 说不愿意参加六四纪念的 那个李方平还在外面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看到的这种和平理性 还不合作的 就是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 和平理性 对暴力还合作的 那么在国内都还行 即使如此 就是我们都认识了 大家有时候很讨厌的 那苏努正先生 现在他都觉得 自己这个不得咽出了 因为以前是九龙治水嘛 他还是从周永康下边 还是谁下边 养的一些门生嘛 他还可以写点文章 然后就 那个都宣布的王副部长啊 李元朝啊 还能接见他 但是现在呢 修宪之后 他自己连机会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这儿有直播 我就不晓得再说了 我要说影响他师徒了 但是他现在也很悲观 因为他的文章也没处写了 很多的那个也没有 是这种方式 好了 这个该你了 老王家你慢慢讲 他没有来 他可以讲 嗯 哎呀我看到三要 三要八要 所以你的语言 你们俩 你们俩 你过来 我就讲一点 因为朗默家在这儿他害羞不愿意说话 如果他愿意说我就不说 但是我支持西藏人的奋斗 支持了三十多年 也支持新疆人的奋斗 你们都知道 现在西藏人在西方 他们很受欢迎 达赖南妈和一间很多宗宗主席 到处都受到最冬中 最热情的欢迎 那么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坚持 只能用和平的方式跟人家规划 他的一个原因 当然是他的宗教的信仰 所以他是佛教 不得不这样一个佛教领袖 他怎么能主张奉务 但是 我开始也听有一些西藏人 他们就主张奉务 他们说 我们应该打枪 攻击一些中国 本方 中国 领导人等等 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没做过 但是我想 我越听 达赖南妈的话 我越觉得 他不光是一个精神灵修 他是一个非常吃鸡的人 非常非常吃鸡 因为他们西藏人才那么多 韩人这么多 解放军这么多 他们开始用暴力 五天之内 几乎一半的西藏人就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他的这个理问 不光是宗教的原因 也是非常吃鸡的思考 一个策略问题 策略的问题 很简单的策略问题 还是要呼吁 但是 所以西藏人在现在 官方对待他们 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就说有一点 因为他们的不好意思是跟上海签过的 但是 新疆人就不一样 很多新疆人 新疆人 虽然说的不太公开 但是 勒比亚 他主张新疆独立 他现在又要建立一个新的新疆的组织 要求独立 要求独立就是说 我们如果需要用暴力的方式 我们会用暴力的方式 结果 在整个西方 没有一个人支持新疆 所以 这个区别是非常大 为什么刘晓国得到了和平诺贝尔奖 有的人说 因为他用的说话的方式 就是为了让西方人高兴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西方人也理解 你要是用暴力的话 那就是中国 就是一场雪的河流 我们不愿意看这个 所以你们都想主张暴力 你们可以这么想 但是没有用 第一是做不了 第二结果肯定要失败 所以 我非常佩服他来了 因为各方面 他都说的有道理 你们不要看他 自己想就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佛教者 只能这么说 他自己面对很多很多西藏人的反对 很多西藏人的反对 他们都说 他那么多年的中间道路 像高原那样 我等了三十年到现在 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们还是主张暴力等等 那个青年团 西藏青年团 他们就是这种说法 但是他们也可以保持安静 虽然这么想 在共产场上也不会说 新疆人 我非常担心 他们现在开始可能有更反抗的态度 那么这个结果的新疆人 所以会太可怕 已经开始了 我们知道 已经有那么多新疆人 就是被施政 虽然是 但是会安静的杀死了 我估计已经很可怕 对 所以 所以 你们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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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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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估计 估计 估计 估计补 哈哈哈哈哈哈 ط appe 但我尊敬你们,谢谢你们,加息得了你们 尊敬你们,加息得了你们 因为每个人都讲话很精彩 但我不能讲话,我不能讲话 我看这里西藏,什么是西藏 什么是西藏人都了解的一些人 真的是新来的 我不是想说的那个西藏 中国说的那个西藏在这几个地方 就不是我的家系 我是安东 你们知道安东吗 哪里是 四川安东 这是秦亥 秦亥的百分之八十就是 就是藏在这几个地方 我是从来这里的 安东 康姆 只有西藏比起有三分 上次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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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 就是 啊 啊 大都以天安自由 这个大会上 我有 本天 看完 这个 不要按照 我 我 写了 嗯 短短的作品 作品 我的翻译 他翻译 他不能来 就是 他的 他的中文 他讲道语 我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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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他说这个 她写的哈 就是让不拍出中文了 嗯 他说这个台湾之民主是套在中共头上的几枯罩 你看挺有思想的 本人在此致力于推进中国大陆及宝岛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有志知识及议会的朋友们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谢谢 谢谢 其实这样我没站在你后边 你站着我坐着 他这一种项色是这样 你先说话我这一天后边足 这个 我就是民主台湾 我 我救民主台湾 为何如紧箍咒般套在中共头上 使其头疼不已 表达几点看法 第一 是台湾国民可以自由出行 而大陆却不可以 第二 是台湾有欧美国家的免签待遇 而大陆很难做到 第三 是台湾有言论及结设的自由 而大陆却严禁 第四 是台湾有国民民主直选领导人的自由 而中共却内定 第五 是台湾有健全的多党人体的法治 正体 而中共却一党不大 通常民众能由徒刑是基本人权 进而在国外开拓事业 尊者就不顾大陆方面的主力 先后三次访问台湾 言论自由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人权自由 通过言论自由可以洞察民间疾苦 也能让人民 知悉真实的历史 假设台湾人民能直选总统 其实就是最高形式的国民选举自由 这说明政府是民意的 还有法治的政体是杜绝 其走向腐败专制的有效途径 从而为体察民情做好了体制保障 以上粗略概括的极点 那民主实质内容是大陆缺乏的 13亿人民 因其期待的也就是这种可贵的民主财富 以其汇集全民 台湾能承受住中共方面的各种压力 以及威胁继续维护和推进 难能可贵的民主进度 着实让人钦佩和向往 西藏流亡政府奉行尊者的中间 是睿智的 是合乎西藏当下行事的 是有利于中共和藏人双方的有效紧缩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推进各方的民主事业 谢谢大家 希望西藏流亡政府前议员 拉毛江 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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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太标准 比我写得好 哈哈哈哈 这不奇怪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是太专业了 这个啊 后边是你写的诗吗 你写诗 我写的诗 这是今天写的诗啊 我看吧 如果当时音乐会的时候 今天呢 音乐家休息那会 李永绮藏文听说吧 对对 因为下边不知道 因为各种人都有 什么藏文 那个 你上次讲的高原来了 高原来 你刚才讲本缘的嘛 可以谈谈你看吧 高原是我们八九竹的当四川画报的摄影师 然后他就是把六四的时候 在四川当时的武警枪毙 所谓四川的六四暴徒的时候 就让他去摄影 结果他就是高兴光彩虐去摄影 然后三天也没吃下饭 睡不着觉 因为看见这个场面太恐怖了 然后他这摄影作品在反过这个杂志 这就发布了 上次按HK采访我 他的时候都过出来 跟HK这个节目获得了什么王室 就是什么奖 现在你就怕得很难 那个高原来讲 高原还把房子卖了 每天发六四的话 大家给他鼓掌 我也没这么讲 八九的一天晚上我坐在 我坐在点个冰棒 所以我知道很多细致 我坐在那说话 我认识你我老师是说话 我给你 你我们分享一句话 八九以前的时候 我当时在四川出版 新闻出版剧 出版社工作 八九要开箱提前 一个星期我就知道了 就学生再不跑 然后我就想办法请讲 我是单位的职工 我就想办法请讲 我到总组去租稿 然后到总组去租稿 然后到了总组去租稿 我是六月三号到了北京 那天晚上 到底因为进不了城 如果那天晚上我进去了 我带了两天 你看各种镜头设置照相机 可能一天我不会在那 所以各种我觉得运气还行 那天晚上 对 第二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 我朋友一军的 是个宗校 穿的一身很好的 打电话 然后就 你能给我找两自行车 然后我两个就出去挂 怕六骨口才能够 被两个当兵的 烧的这个产生 因为很多事情 我一看了军车 木须地那边 烧都很 我一看就肯定是 蒋军军压自己干的 一看就看得出 对 我都在我们朋友 蒋军军报告 住了两天 我去上海 上海不是任何学生 在那边赶回家 当火车嘛 当火车那天 被枪毙了 过来 我一到上海去了 刚到上海一天晚上 在一场 听出音响话 在一场我就逛过 反正是大了 我们对你讲 这个尊敏这个老虎还在 太滑了 就劝上海人民了 要勤务 然后就回去了 回到成都 成都又打了一场呼吸 那好像是被七号 把成都最大的人民商场 都给烧了 对 成都大概过了几年 就年达 四川年达 年达就随便拉了 他就过去 杀了 把公安局的人为朋友 就告诉我 我就去看 这八小青鸟 二十几岁 什么罪都没有 公安局呢 就跟我说 划不来 十两万 真划不来 这个大陆 就是现在出事 抓人也是这样子 比方我们几个出去 尤其是年龄的大学生 公安局的人到旁边 那个撑着脖子 看着小青鸟 就是个小伙伴者 嗯 杀这种 他没什么影响 我当天我家 我还拍了九个 杀九个 就在这份众计面前 如今的小青鸟 人家堆着小的 充分地堆着后心 邦邦邦 被死掉 有个老爷儿的人 是个农民 我还记得 大概五十几岁 很可能一个老农民 他城里面被药 嗯 那天他就看到那么多人 他一起起哄 趁着脖子在那儿看 便宜过来过来过来 对吧 抓到判刑了 廉打 这个叫 廉打就在一个局上 开了会 然后就宣判了 宣判了 就押到那个 城鸟郊区的山坡 杀不屁 我必须后来 那个我一个朋友来 罢个办案起来 他看了照片 我找我找 我就 我行 拿给他 后来一下 那怎么办 他又一发了 我麻烦了 我都跑了 然后我就这样出来 嗯 然后再想办法 我要 因为我以前来过吧 我以前 当过 我记得 中国社区 代表百分地 是出来的 我是个成年之一 那是马里亚 已经很年轻 小姑娘 哈哈 是我们的翻译 对 然后我呢 看我是90年初初 出来 我只要回不去了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刚才 那西藏的人 我昨天晚上 还在看那个 西藏的那个 旅游 这个世界上 最 我跟大家介绍一条 最有名的一条旅游 西安 在成都 开七城 或者走路 或者骑自己的 那条路叫318 在YouTube上 网上都看到 很有意思 那个地方的风景真好 太好了 还是最好的 318很大 对 你看在318 那个路上 旁边的风景 那么好 旁边 帮的一下子 升起来个 三千多的 一下子在你旁边 我到那个地方 我知道什么叫 斯伦地 壮地 欧洲没这种事 对 好了 我的话给完了 我希望 我也希望能找一个人 我记得 刘晓伯德讲的时候 我们在奥斯部 我记得 胡平还坐在我旁边 大家那个时候 都很乐观 说 哎呦 胡平讲 这是个大事 好大的事 捆住不满 就变了 我说胡平啊 八年以后 我们再说吧 今天八年 八年 我看到彭斯在讲过话 美国总统 我看了演参片 一种坑本 美国这个傻瓜 从松花江 从四六年 不准 不准国民党打共产党 打到松花江 他不准过去了 中国里面好好谈 成立一个先制民主的国家 这可不可能 土壤不一样的 对 你看到今天 从四六年到今天 他才明天 我现在最怕的是 过几年 就谈好了 美国的一个 一个老大的 这样子 他忘了越南 我记得欧巴拉宾那时候 越南的时候 欧巴拉宾又七年 有一天我爬火车 你爬上去一看 全部送到越南志愿 因为中共的军队啊,高速炮,汽车什么都有,还有吃的,我记得我吃的在车上那些泥,荡山雪,你这个纸包起来了,六七年或者什么。 对,我回忆很多,现在就希望能够,现在看到有点希望,这几年可能有回国的希望。 对,大家朋友都说,你是打击,你回去嘛,没问题,哪个罢都说,世界不是弱,这样讲,我不去冒这个险,这个人是如江湖,政治也是江湖,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我有一几个朋友,拿着外国就回去了,这个傻瓜,这个打的那妈的,死掉的裤子里面盖着什么,他衣服盖着,加上飞机,那还算好的了。 叫我这种人回去,整个外国就回去了,喝茶喝茶喝茶,找你来。 你不知道说什么,西传话叫先退隐身国。 让我有好朋友,诗人,很有名的,中国人写什么。 我什么人在讲,今天军队的,他最有名的剧者是什么,我就说,你有什么,没什么写什么,很多都是这样的。 他就回去了,回去都用着争产。 现在呢,前面就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我看那个药,没办法。 中共就是土鲁,这个世界这个结构。 那我十七八岁我就明白了,才七一年的时候,我还当知青的时候,看到老毛的雕像,我就敲一敲一敲,石膠像我就把它砸了。 这样让枪一敲打撞,谁不知道,我都搞不出来害得了。 春天成熟,有个社会,我也见到这种老毛这个傻逼的,才能折磨成一个样,混肉。 因为我看过我,江青的一个人都这样,人都是一样的,人是平等。 成为道理是很简单的。好多人是输读多了,越不越糊涂。 我十七八岁我就知道,完蛋了,完蛋了,二十六岁。 我生在一个中国,才没遇到一个马比亚的。 法国就是黑社会,就是这个政府麻烦,你说不行。 实际上我也没,我一辈子没吃过什么亏的。 你看,我的好工作,我怎么能不能跑,我也没挨过共产党,也没吃过去,但我知道。 我整个不起,除非老师有枪,我有原子在那儿,大王,东南海,飞不起。 一下子给你帮不过去,就这么简单的。 没钱的,没钱的,没钱的,找什么办法。 要问老外他们刚刚出来,没钱还想搞这个,急急慢慢慢慢搞,有很多原因,很多原因。 这个,今天,今天那么很。 但是明天更好,看到一个希望,那些彭氏讲话讲得真好。 川普这个,每天想看川普一起来为什么洗进去。 我就有一种预感,这个老公子。 好了,谢谢大家。 好。 你不是要讲吗? 还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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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讲一点。 我一句话吧。 你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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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生活主义好呢 我这个音乐呢 把它变成了一种 没所谓的 虚伪的 那么一种音标 它到底是这样 但是我随便 没有乐器 这么一个表现 我唱过的时候 就是在飞锁跟虚伪的 那么一个音乐 那么我这个地域 它用了一些 你看现在用的 叫多调性的音乐 这个气法 多调性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一起 做不同的调 那么我这个 陈师傅的 这个进程是怎么样呢 这个 我看他录了一句说的 就是说 奏鸣曲 除了这个三个部分 还有它的前奏 跟尾奏 那么 我身体前奏 开始就 就用它报名 这个 这是乐队的奏鸣 就是说 一开始就是定音 我的 这个 背音的同步 就是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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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前奏 这个意思 我是唱不好的 但是大家听到这个意思 我 后来这 嗚 嗚 嗚 这 算这 这么在反过另外的印刀上 这样才出这一个丁刀的主意 那么另外一个副部呢 就是万语音的上升 就这么一个合情 紧接着呢就是说 不行 因为笔刀记忆 它也是一个调词 这时候呢 紧接着就 笔刀笔刀就是两个双表性了 就说这个暴力已经发展了 后来笔刀笔刀也是有两个表性 就说明这个暴力与谎 它在历史上是往前发展 到后面呢 这时候呢 又是主部与谷刀 就是画了一个画面 它是三个调性不同的 三个调性同时 就是同时笔刀笔刀笔 是不同的调出现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主部的城市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发展部呢 是怎么形态 也就是一个主部与父部的交织 用这个 就说明这个暴力有广年 他们是就谭官相庆 已经是很 很那个 他们的势力已经 发展法非常得意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三拍子 这个三拍子 挺多不少的 那么大公文就是这样 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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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争议的 那么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腹部也是这样的 这个腹部 这个音音音 音动音的动动的动光的音 这个全部这个中间的发展功能 全部统一在四分之三的音乐 他跳过很轻快 很得意扬呀 他也是有一个调性 变是双调性 最后也变是三个调性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那个 在线部 那个在线部跟那个 陈世部相反的 他是有些有三个调性 退到两个调性 也是组部副部 然后再退 退到一个调性 这样的话 最后一个伪咒 就是前咒有四句 他把前咒的四句倒过来 这样总的就形成了一个第一个乐招 我想交场乐一般能听起来的话 刚刚有点深不可测 但是我是朝这方面想 就是说大宗话 让大家一听就离本 一听国际飞的音乐 他就是给暴力合在一起 你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那个就是一个谎言 对不对啊 就是用这个给大家联想 第二个约章 他人就是死亡 他就是饥荒与死亡 这个呢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是典型的 不管是中国也好 苏联也好 乌克兰也好 都饿死了很多的人 那么我只是表现他 用音乐怎么表现他呢 表现他是一种 我一开始 像场地 它这叫象征的 一种就是在坟头 燃烧的一种民间 一种叫怎么 指钱 然后指钱的风吹了 那灰在那飘 啊 这么一个情境 然后呢 那 就是 很大的意识呢 就是俩逃远的在地上爬 不知道 你想要帮你噶 一ologue 你爬的时候 章筋财力的时候 他是弦乐的 哦 嗯 在那里托 嗯 然後呢,有很多哭泣的音量,然後還有傷障的隊伍 這個就造成一個災荒餓是很多人,這麼一個反覆 那幾個台灣的音樂家呢,下次介紹給他們,看看他們有沒有反應 我今天介紹我這樣的一個作品,就是那個普茲的紙上彈劍 對對對,他需要演奏團體 過幾年希望人民大會團住也能來,找找去 在現在來看,人家家大人家都要財團吃住要花很多錢 你再準備他,這個第二月上一般都是浪漫 他就死亡人在爬上盪墜,而且都走得很慢 第三個月中呢,我寫,就,結露余生 我把它設想成一個,看 看照幾個小店前面的畫面一樣,就是說 就是槍立一批的,他們 從個別的路,都應該寫出這種 腳屎,就名的像山盪墨一樣,腳屎不腳屎 這是因此地起見不出來的,他就是說,這個人呢 應該怎麼說呢,就是說,齒能堆裡爬出來 我想像一個,明明虎虎,他是嚴重了一個傷害的一個 導致的狐狸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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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 而且,正當,是一個春季,春風吹的事 是彭丽媛 她在糊里糊涂 她就说 想象到这个 春天的美好 这样 想象她已经看到 彭丽媛在唱了一个希望的田野上的 那个 能够交响揉合起来 就感觉到那种打很多药 变黄的 那她不是我的 这个想要的旋律 我也是搞语书的 就我知道这个画家 画家比我们有幸福多 哪里要的 我每一度创作就完成了 你就很简单 你用声音 四狗 四狗 四毛 一看就是了 我这个五线图 一般人看不懂 一尖叫就知道 她就是需要演奏出来 二斗创作 你要知道 这个 二斗创作 也可能是二斗的破坏 这个一个事物的两面 你演奏得好 那就很出色 然后呢 演奏得不好 那你一踏 这个你知道很多 你会看 那个 你刚有钢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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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门她 这个作者她 是三十几岁去世的 一遇而死 开始 这个卡门不成功这样 你看现在世界都成功 所以 这个应该的问题 有一个 注释 是怎么成功 不成功的问题 也有一个 大家轻松的 一切不一切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第三个乐章呢 它就是这个 是梦是幻 这个 半死不活的一个 啊 我身上是一个 死能对你爬出来的一个人 受了伤的一个人 第四个乐章呢 啊 叫 醒悟于 康报 啊 这个乐章 我重点 说一说 它的曲是什么样呢 这个 A B A1 C 然后A2 你看到吗 它这个我们叫 叫那个 回旋曲式 中国话来说 啊 英文叫 Rondofone 它是 它的起源是走老灯 你看啊 一下子啊 灯走 它的 过来 一下子 过来 一下子人过来 它是这个起源 起源以后在 在 在英文里表达怎么样呢 A B A1 C A2 A1 A1 A2 A1 它都是一个同样的素材 构成的 但是 要有 变化 要有 这个 变重 那是这样 我在这里呢 就发现 这个A的代表是一个 行进进去的 既然你叫一个醒悟 那就是一个楼栗 觉醒了 觉醒了 就要反抗 这个人 大家说的这个 非暴力 我这个音乐是有暴力的 抗暴 否则你怎么抗暴 你劝住它 可能 不可能 它是 进行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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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 一个进行区的 一个群职 这个A的 基础 情况 A A1 A2 都是一个发展的部分 不是 原样的重复 那么第一 这个B 两个差度 我们知道B跟C呢 它是 它比 你这个 这个 有B 有这个 大家坐下来商量一样 这个就比较 没有那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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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这个 C跟B 两个差步 就是比较 缓和一些 思考一些问题 这么一个 那么 到最后 这个 A2 以后呢 最后我引向一个 胜利的辉煌 就是说正义的力量 就是说正义的力量 战胜了邪恨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向往的 所希望的 那么它差不多都整个写给它 它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就是说 这个教授 我为什么讲呢 一个 可语 很难把它说清楚 因为 因为 我要打到这里的呢 就是说 希望大家知道 有这么一个 康布尔的作品 交上去 谁能够 因为这个 我一个人是没力量 其不能唱 关机谈不出来的 那么 就是说大家留意 以后有什么机会的话呢 让那些乐团来演奏它 让那些乐团来演奏它 这个就是 介绍了这个 那么 然后简论的介绍了我自己呢 我叫 家国庆 这个家字呢 陕西的陕子耳朵挠到右边去 知道吗 家老的家耳朵的耳朵 国庆呢 什么意思 我们家是国字背 我是10月10号生诞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84岁的生日 我们就叫 佛庆 这个叫佛庆 那么 很多大门 贵大门底下 有些人就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家呀 我这是真的 这个佛庆不是假的 这是叫这个姓 念第二生家 不是家 我说的是家二生 那 那么 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这 巴黎已经30多年了 巴士 周遂的时候 我举行了一次 我们一个合唱团 这个一百多人 那个合唱团呢 举行了我的一个第一次的 圣诞院作品专场音乐会 有 那个音乐会很成功的 都有 都有报纸报导 包括人命中报导 海外卖报导 那么人家说 人命中报导 不会报导 我说他不知道我的政治倾向 这么大 那是这么多 那么明年呢 我巴掌最深刻的时候 双春节 取决我第二次 这个 声乐作品的专场 第一点还没定 但是呢 节目我们都准备好 那么就是说 我到了法国以后呢 整个创作力解放了 我在中国 你大家都知道 我在中国 最恼火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那些 给我当学生都不够资格的人 来审查我的作品 决定我作品的命 这是我最痛苦的 在中国的招运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先放这个创作力 我呢 写了九部 中国古典诗词的大合唱 第一部叫《相诗篇》 第二部叫《从军篇》 第三部叫《爱情篇》 第四部叫《征战篇》 《征战篇》 第五部叫《思乡篇》 第六部叫《劳动篇》 第七部叫《伤感篇》 第八部叫《情景篇》 第九部 最后一部是叫《黎丑篇》 《黎丑篇》 每部大歌唱是半台音乐会 九部大歌唱就是四台半的音乐会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就是也已经 这个刚刚完成了 一部叫《西湖》主曲 因为我在西湖 这家歌舞传生活了 工作了六七年过来的 要对得起这个西湖 那么美那么好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歌唱有一个多人 在我第一次的 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这个九部里就是抽样的 抽的 其实我出来唱 那么明年呢 就第一次的 是完全不同的曲目 因为我作品很多嘛 明年呢 也要抽样 抽出一些作品 来举行 那么当然我希望 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明年注意我们的信息 我就这么啰啰说 麻烦大家 谢谢小老师啊 这个我2001年到法国的时候呢 我在江湖有陆老师见到他 他写了很多六四的这个诗歌呀 到音乐 然后他一边说一边留着眼背 哎呦 我觉得国内在12年在这儿见到他 也是很难得啊 那个那个我待会再聊 你们待会再聊 这个我们这时间呢 呃一会儿我们那个六点钟呢 结束 然后那个下面呢 我们七点钟呢 去开始那个音乐会 对了额同音乐家来 然后去彩排 小刚得帮助我一下 小刚得帮助我一下 因为有一个背景 小刚在外面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那是你的电脑 我每次搞一个活动 怎么丢丢 我那个那个小的电脑找不到 对 还是你的电脑 就在YouTube上 就是台湾的风光的背景 然后还插上 有两个法国的工作人员来 他们就来操作了 但是你只是说在网上下载 不是 就直接在YouTube上网啊 直接看着播 然后直接看到背景 有啊 就是我们这儿全都有 这个背景 你过去 那个 约翰 怎么着 讲两句吧 约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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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有啊 好 这下是谁吧 小韩 你不是说要叫浪君吗 小韩呢 小韩呢 那我找了 那我们今天还很快呢 明天呢 是那个 呃 国庆啊 国庆民工国庆 他们那个 明天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 上午 我们简短的 所以他就 他在这里吧 可能在旁边这个房间 然后我 我们有些那同志呢 说要把那 中山巷让我拿来 啊 因为这次 新老师呢 就本来要上飞机 然后他身体 不然呢 所以我 我不想说他身体 是啊 就不行 这很遗憾 因为他身体真的不如姜如老师好 嗯 那个 可能谢谢玛丽了 玛丽零天就不能过来 啊 别定了啊 啊 因为他那个一直陪着我们 我们巴黎要没他那个和 和这个法国社会 那就 那就成问题了 我们还不像那个 加拿大 美国啊 因为我们那些朋友在那很多年 都没事去国会 去什么 我们这边一般的法国的事就是 马里去做 中国人的事就是我做 就是这样 也欢迎刘昭来啊 刘昭你现在很幸福啊 那是你女朋友嘛 是啊 你好啊 嗯 听众当女朋友也是 也是我们的 同刀 你也是那个 佛利蒂克是吧 那我最初第一次来 嗯 嗯 他说你父亲是什么 你家里也是 嗯 天主教他 嗯 嗯 这个刘昭呢 也经常到到我家里来啊 这个现在 那明目已经去世了 是吧 啊 行了 现在很幸福就不错了 啊 那个明天你要来啊 明天上午 就等着你那个向 东山先生敬礼呢 就是 就是你了 嗯 幸福啊 对 好 嗯 嗯 工作怎么样 也挺好啊 行 那个 那怎么样 盛雪你 哎 行进去 看看这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 今天的节目 你休息 好 然后就跟什么 好 这个玛丽你还有什么要讲 哦 对 那你讲 好 嗯 嗯 嗯 那那个 宋雪吧 那宋雪 哦 我们这直播呢 有啊 所以我 我没说是 对 我觉得还是您了 您您是我们的协会 你开玩笑啊 你开玩笑啊 在法国那么多年还不会讲法语啊 这项上有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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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 嗯 也不会经常跟我们沟通 但是起码 嗯 嗯 想跟他们说话 他们随时都欢迎我们 那现在还是还是 还是愿意 继续跟我们 讨论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将来 但是 现在 法国呢 他们都说 我们不得不跟中国做生意 他们差不多非常直接的说 嗯 嗯 所以我们虽然 嗯 理解你们 愿意帮助一些个人的案子 但是 但是 这句话他们不会说 但是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不会公开的支持民怨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留意的态度 不像美国 德国政府那样 他们会公开的要求 呃 留下住国 呃 蒙克尔尔就得到了这个留下的 释放 嗯 法国政府 就说了一两句 说 他是一个诗人 他应该 有机会到法国来 介绍他的书 他的诗 他的诗 等等 他的照片 嗯 就说了非常呃 呃 非常 呃 不好意思的这种说法 也没有太呃 呃 用力的说 你们必须把这个呃 呃 他就是无罪的艺术家 马上释放 呃 这个 我们也要 谢谢马力啊 这个我 其实我们这儿很多就是 帝国在这里的朋友 特别早期来的都得到了他的帮助 但是即使像他这样帮助我们 他也 受到了很多的那种追忆啊 还给他弄上法庭啊 有很多让他这个真的这个 我都讲那些事了 就是 这个 其实所以说他也有很多新婚议的地方 我就想如果我要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 法国人像也是不民主不自由 我有那么样去天天关心法国人的事情吗 反正至少说现在非洲人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有的比我们还惨的 特别我去坚普寨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们那边一百多 两百多个那年已经很简朴了 但是我后来我就去了那边 就是清卖馆那边的那路 罗亚尔的缅甸过来 那个更惨 那夸一个过来什么都没有 要问那个联国的民主 可能要先考虑他们 因为他们就等于说 类似独租灭绝的这种状况 然后 美国不住合作 我想 我一点都不关心他们 还有人 罗亚尔的缅甸素季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 有这种精神的 在我们法国很多 都写着 自由 一个周年值 我就是让我说 在法国 有一天 我从荷兰回到法国 我虽然真的 海里奇拉克说 六四已经过去了 那种感受 我从01年来 我怀着那种 那种 这是一个 最真的自由母亲之国 但是 结果我一来 就和我的想象 完全相同 那天 我就直接说 我老公也在那听着 老公就在他上 那 有点长头 充满着灰心的那种状态 而你还告诉我 你坐下 你在这地方 没有希望 那时候就这样做 后来我就去 前十三个去 那年去游行 2011年 结果我那一走啊 没走 拾步我的腿啊 哆嗦了 我发现我害怕了 我说我在国内12年 我89年 我一句打打共产党 都没喊 然后我就用了三枪 然后 然后就是在国内12年 我出来 我想游行一下 我的腿哆嗦了 我特别恨自己 后来那里 林阿姨 跌了我一个麦克 然后一个喇 我就第一句喊出来 就一直喊了17年 然后所以玛丽也见证啊 就是 每一年 我也没投降 一直坚持着 但是那么多人投降了 回去了 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也不要紧 就是 我能存留一些人就可以了 这个火苗没有西林 这就可以 有一次我从荷兰回来 就突然往法国 我从荷兰教会嘛 我突然有一种 哎 这回家的感觉一样 哎 我说哎 怎么 其实我就一人这么在这 回家的感觉一样 我妈妈就是 有15年 我101年到15年 才见我一面 各种原因 中国政府说 你要建设商店 怎么做好 要他撬回去 我妈说 我完成不了人任务 但我妈来这的时候呢 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 我现在也是请假 因为我们有五多的假期 一个月有五多的假期 我每次都攒出来五天五天 然后我推着 我妈妈走遍了巴黎 是一个月 然后我发现我就是 去所有的地方 比如我到陆处工 我还想买票 都不用买票 人家就推进去了 人家工作人员 就让我推进去 到欧队化也是这样的 我妈是免票的 我也是免票的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专业的电梯给送上去 到所有的地方都这样 我妈说 我没为法国做过一个故事 怎么他们对我是这样的呢 我说这个 这法国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来到这个国家 还是这么多年 给我学习了很多 以前在天空广场 我根本不知道 什么自由平等不外 也根本就不知道 我确实是保护同学 跟风枪了 在这十几年 我就都让我成长了 我尽管法语是没有学好 但是呢 我真的是深入到法国很多地方 很多社会 看到很多最统统的法国人 像玛丽也是这样 我关注着中国人权 其实跟他们那么遥远 我关注着这个维族人 汉族人 甚至包括他们的这些修炼者 包括我们这边法国教会 我们很多的这个基督徒 法国的很多天宗教的神父 牧师 我在东南亚那些国家里 缅甸 坚固寨 泰国 所有的国家里 都有法国传教士的事情 我说了 从外方传教会 我们几百个法国的 有青年的小伙子 怀着梦想到亚洲 为主则见证 一批过去了 然后回来骨灰坡 被杀死了 另外一批又过去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骨灰 假如有一千块钱 我一分不胜的给中国人 假如我有一百条生命 一条不胜的给中国人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些欧洲人 这些法国人 这些英国人 就为中国所复赴的 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作为一个中国 自由民主民主人 我们更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 和牺牲 为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人 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 也感谢玛丽 感谢法兰西 感谢台湾 也感谢我们在座每一位 好了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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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